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你一同加入我们祷告大军的行列 我们一早先来做一件事情 就是来亲近我们的主 让我们用这首最棒的诗歌 告诉我们的主说 主啊 我们要深深的来爱你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借母你 淡淡寻求你 用我全心却依 用我全力爱你 敬拜你 让你荣耀 冲满全体 深深爱你 耶稣 深深爱你 耶稣 我爱你 超越生命中一切 深深爱你 耶稣 深深爱你 耶稣 我爱你 耶稣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借母你 淡淡寻求你 用我全心却依 用我全力爱你 敬拜你 让你荣耀 重复全体 神深爱你 耶稣 神深爱你 耶稣 神深爱你 耶稣 我爱你 超越生命中一切 神深爱你 耶稣 神深爱你 耶稣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借母你 淡淡寻求你 有我全心却依 有我全心却依 有我全力爱你 敬拜你 让你荣耀 重复全力 神深爱你 耶稣 神深爱你 耶稣 我爱你 超越生命中一切 神深爱你 耶稣 神深爱你 耶稣 我爱你 耶稣 神深爱你 耶稣 神深爱你 耶稣 我爱你 超越生命中一切 神深爱你 耶稣 神深爱你 耶稣 我爱你 耶稣 神深爱你 耶稣 神深爱你 耶稣 我爱你 超越生命中一切 神深爱你 耶稣 神深爱你 耶稣 我爱你 耶稣 好不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同声开快来祷告 让主的爱超越我们这一生 让主的爱再来浇灌我们 主的能力再来充满我们 一早我们就献上我们的祷告 我们来回应给主 我们同声开快来祷告 哈雷勒扬优 谢谢你 神深爱你 神深爱你 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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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圣爱你耶稣 圣圣爱你耶稣 我爱你耶稣 圣圣爱你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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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带着你的爱来面对这新的一天 在你的爱里面一切的惧怕都要离开我 在你的爱里面我重新得力 谢谢主 随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亲爱的弟兄姊妹 早安 感谢神我们又在这里相见 我相信当你在这个时刻 在电视机前或者是在网络的面前 一定有一种心 就是我愿意在这一天当中 坚定我的心智来跟随神 因为我知道神是一个爱我的 乐意赐福给我的神 的确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一再可以来到上帝面前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我们深深地知道神爱我们 他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 他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 不给他所爱的儿女 但是问题是很多的时候 神的儿女 我们这边有没有预备好 这是一个关键 比如说我的孩子 如果他连骑脚踏车 他都还不是很稳定 但是我那个时候突然之间 我想到他要 我可以给他一部摩托车 那可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即使他学好了 把摩托车 脚踏车也都各种的技巧学好了 但是他如果没有一种态度 去遵守交通里头各样子的规则 如果我给他一部摩托车 也是害了他 同样的一件事情 上帝爱我们 他乐意祝福我们 但是问题是我们这边 我们预备好了没有 当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 进到旷野的里头 他们在旷野里头 有将近四十年的时间 到了最后了 到了最后了 快要进到迦南美帝的时候 上帝透过摩西 再一次地把以色列人召聚来 一再地提醒他们 一再地提醒他们 提醒什么呢 就是他要再次地确定 神的儿女是不是预备好了 能够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因为迦南美帝 那个地方太美好 那个地方有太多的 他们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上帝不愿意 他们在丰富的里头迷失了自己 上帝不愿意让他的祝福 大到一个地步 以至于让他的儿女就堕落了 就离开神了 这是神最不愿意看到 所以很重要的 在蒙神祝福之前 我们应当要做什么样子的预备呢 今天的经文 是落在生命纪 是从第八章 一直从第一节 一直到第九节 在生命纪第一章 在第八章第一节的里头 上帝就透过他的仆人摩西 对以色列人士这么说 他说 他说你们要遵守我的诫命 要谨守遵行 叫你们存活 而且人数可以增多 而且进去得耶和华 向你们列祖启示 应许的那地 所以这是神的福气 但是问题是 从第二节开始 上帝就在这个时刻 提醒他的百姓 也包括今天提醒你 提醒我 神要祝福我们 但是我们预备好了没有 神提醒以色列 也是今天提醒我们的 第一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 他提醒我们 我们要先认识自己的软弱 我们看第二节 生命纪第二节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 你神在旷野 引导你这四十年 是要苦练你 试验你 要知道你心内如何 肯守他的贱命不肯 这段经文我们 其实很多的时候很熟 上帝用这四十年 要来试炼以色列人 试炼到底是 是为了谁呢 是为神吗 当然神不需要 神早就知道 即使以色列人 他们在多年以后 他们堕落 他们离开神 甚至到在万国中间 被抛来抛去 神在创世的时候 就知道了 所以神知道 所有的事情 要试验 不是让神知道 而是要让神的百姓知道 要让神的百姓 自己知道 我是软弱的 上帝要让摩西知道 属他的百姓 其实是软弱的 所以他就在这四十年的当中 透过各种的苦难 去熬练以色列人 是要让他们认识到 到最后 以色列人都 真的他就明白了 原来我一定要靠主 我不靠主呢 按照我本来的样子 我是很软弱的 我很容易离开神的 我很容易落在罪中的 我这个人骄傲不得 所以如果以色列人 他们先认识自己的软弱 等到神的祝福 临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说 不会说说 这是我的功劳 就是因为我很英明 就是因为我很聪明 就是因为我很勤奋 所以我今天赚了那么多的钱 我又有这么样的产业 或者是说 就是因为我很努力 就是因为我常常祷告 所以你看 我现在工作做得多好 可能甚至还是在教会里头的工作 重点是 神是一个乐意 祝福我们的神 我们需要先认识 我们的本相 我们这个人本来是 很软弱的 马丁路德 我们都知道他很有名 他把改教了以后 把神的工作 带到一个全新的一个事迹 但是他在晚年的时候 讲这样子的话 他说我不怕教皇 因为当他离开这个 罗马天主教的时候 教皇甚至要他的命的 但是晚年的时候 马丁路德说 我不怕教皇 我怕什么 我是怕我心里头的那个教皇 心里头的教皇 就是我们的自我 我们里头的ego 我们的自我 很多的时候 我们越经历很多的事情 我们越明白 其实我里头是软弱的 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 千千倍倍的 所以 第一个 上帝 要试验他们 要让以色列人知道 他们有多软弱 再来 我们看见 上帝提醒他们说 你们要能够经历我的信实 这就来到第三节 他苦练你 任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马拿 赐给你吃 使你知道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些话 以色列人 在这个 在旷野的里头 38年的时间 他们对这段经文体认再生不过了 因为每一天早晨 神就按照他的话语 降下马拿来 成为他们的供应 供应他们生命里头 一切所需要的 所以他们是在非常大的苦难的里头 在大而可畏的旷野的当中 他们没有水 他们没有食物 但是他们经历了 而且是每一天经历神充满的供应 他们知道神是信实的 如果我们这个人还没有被神祝福以前 如果我们的人生有苦难 弟兄姊妹 让我们不要灰心 让我们不要丧胆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正在愚昧你 愚昧你 好像预备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一样 为的是要让你 要进到迦南美地里头去 上帝要熬炼我们 要造就我们的信心 要让我们明白 祂是信实的 还有什么呢 在我们蒙神祝福之前 我们也需要常常回想神的慈爱 这就来到第四节跟第五节 特别是在第四节的里头 这四十年 你的衣服没有穿破 你的脚也没有肿 上帝为什么要提醒 以色列人这一段经文呢 是因为以色列人 他们在过去的四十年的当中 他们衣服没有破 脚没有穿 鞋也没有破 他们可能 他们看四围的人都是这样 在以色列队伍当中 几百万人 他们的衣服都没有破 鞋也没有破 他们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很多的时候 我们生命里头 有很多美好的事物 不断地发生在我们的中间 我们看教会里头 大家也都是这样 我们以为这是正常的 但是其实 这是神特别的保守 这是神迹 我们必须要倒带 我们要倒带到我们没有信主以前 我们要倒带到以前更早之前 我们看看我们旁边不认识主人 他们的光景如何 如果我们懂得回想 我们就可以看见上帝的确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他都是信实的 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要用信心活在异象的里头 这段经文从第七节到第九节 我就不读了 如果在电视机前面 你打开圣经 神明记第八章 第七到第九节 这里面讲什么呢 讲到耶和华说 当你进到迦南美帝里以后 那个地方有一切的美好 有河 有泉 有水 有大麦 小麦 有葡萄 各式各样花果 甚至山里头有铜矿 这一切都是太丰富 太美好了 但是我请问 请问摩西他这一生当中 他去过的迦南没有 没有 迦勒有去过 约束亚有去过 但是摩西他一次都没有 从来没有 换句话说 摩西这个人 他是一直活在异象当中的 神愿意 当我们还没有蒙神祝福之前 上帝愿意我们 活在神的应许的里面 活在神乐意给我们的异象的里头 如果你对你的家有异象 如果你对你的服事有异象 如果你对于你的事业 怎么样能够蒙神祝福而有异象 持守这个异象 住在 凭着信心住在这个异象的里头 可能环境是大而可畏的旷野 但是 那个异象支撑的 摩西有四十年之久 我也相信 上帝放在你里头的异象 要支撑你 要来帮助你 要来喂养你的灵魂 要帮你 要帮你经过人生里头 各种的苦难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是不是 知道我们是软弱的 所以我需要每一天 来到神的面前 恳求神与我同在 在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都显明 祂是信使的 好不好 也让我们在这个时候 在我们人生当中 常常倒带去想一想 其实神 在我生命里面 有很多的祝福 让我看见的 不是 不是我生命里头没有的 而是让我能够看见 在我生命里面 曾经有很多神 奇妙的带领和祝福 祂有丰富的供应 即使在我最糟糕的时候 经济的环境 各样子的环境 最糟糕的时候 祂有丰富的供应 好不好 也让在这个时刻 到底神是不是 有异象 我们心里面 是不是存的盼望 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 好好思想这段经文 上帝要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请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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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 Hallelujah throng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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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 B 月份時 恩祥 年 nuclei mere 祈禮 今井祿 主 我们感谢你 主知道我们生命中有很大的软弱 但是主 您应许说 在您的里面有信实 在哪里面有满满的慈爱 主 我们相信 我们每一天来到你面前 来寻求你的时候 主 您就要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主 从你而来的信心 让我们经历每一天 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 主啊我们要真实领受到 从你而来的祝福 让我们每一天 每一个小时 每一个时刻 主我们单单说 主你都与我们同在 谢谢主你的恩典 谢谢主你的祝福 都与我们同在 谢谢耶稣 随提我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让我们在这个时刻 可能你的生命里面 正经历一些很大的难处 可能你的婚姻 可能是你的事业 可能你在教会里头 你的人际关系 可能你跟教会里头 某一个人 关系真的很糟糕 这个人曾经 是深深影响你的人 或者是你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他的身上 但是 这个关系让你心痛 让你非常非常的痛苦 甚至你常常来到 神的面前流泪 但是要知道 这些事情神都知道 在没有把你带到 丰盛之地之前 上帝要先预备你的心 就在这个时刻 即使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 感谢神 我们还可以仰望他 这就是上帝极大的恩典 好不好 我们就带着我们心里面的难处 我们交托给主吧 我们告诉主说 神啊 我现在知道你 你的心意 是要让我这个人得以完全 好不好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祝福 中文字幕——YK 我们今天要特别 要为我们每一个家庭来祷告 家庭是我们服侍的根基 家庭是教会的根基 对于国家来讲 当然这个国家 要治国平天下 要先齐家的 家是一切的根基 但是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家 要有异象 好像 神乐意把我们的家 带到流奶于蜜之地 但是我们对我们的家 有没有异象呢 我们是不是知道 神在我们的家中 有各种的宝藏呢 你是不是看你的孩子 好像是一个宝藏呢 还是你觉得说 他现在很悖逆 但是其实不是的 他是你的宝贝 是我们的产业 可能丈夫看妻子 妻子看丈夫 我们看我们家中的人 都是神的恩赐 让我们对我们的家 有一个异象 就是神要丰满地 与我们每一个家同在 因这异象 我们才会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才会 渴慕地 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 好不好 我们就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请 Amen Hallelujah Amen Amen 我们的家 祝福我们的家 祝福我们的家 Amen 让我们的家 每一个都是师父的 让我们的家 从没有归族的 我们要宣告 他是在主的名下的 至于我们的家 都是师父的 要的话的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Amen Amen 请终焰带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 谢谢你 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里面 你让我们有家庭 你让我们可以 从生下来 就有父母亲 来照养我们 也谢谢你 让我们在生命的里面 可以有婚姻 可以在这当中 透过两个人的结合 可以互相的扶持 互相的帮助 主啊我深信 主啊你的心意 是要祝福在家庭的里面 让这个家 可以来反应你的荣耀来 Amen 主啊为着我们家中 所有的人来向你献上感谢 Amen 宣告我和我家 必定要侍奉耶和华 Amen 不管我家现在景况如何 我要看见 我们一家都要敬畏你 Amen 都要在教会的里面 一起敬拜赞美你 Amen 得到一切属灵的祝福 Amen 谢谢主 奉靠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深深爱你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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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深爱你 耶稣 神深爱你 耶稣 我爱你 耶稣 神深爱你 神深爱你 耶稣 神深爱你 耶稣 我爱你 超越生命中一切 圣圣爱你耶稣 圣圣爱你耶稣 我爱你耶稣 圣圣爱你耶稣 圣圣爱你耶稣 我爱你 终于生命终于天 圣圣爱你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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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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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